我们确定的陪审员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10号 10号这位小哥好像是个年轻的也是个父亲 就是做父亲的人 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的 他其实非常孩子 问他读什么书 说孩子的书 因为我要给孩子的书 然后问他现在读什么书 还是说孩子的书 然后就说问他 spare time做什么 就是你有时间你会做什么 他说我会drive around 就是我会 我会要把我的 开车带我的孩子出去玩 对去各地啊 有可能他们要打球啊 他说我怎么样学音乐 他说我就是就是孩子 他的生活好像整个生活就是孩子 然后小朋友 然后学business management 对 学商业管理的 对对对 然后他是他的职业是他已经超过五年了 而且他的职业是一个real estate property manager 他是一个地产的经理人 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职位 然后他的太太是homemaker 就是在家里做就是富汕的家庭主妇 因为有可能孩子比较多 我不知道具体几个孩子 但他用了复数 12号 然后12号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人士 因为他是也是本科学历 然后他现在的职务 刚刚做了六个月的职务呢 是副总裁 是什么呢 是investor relations 就是投资人关系 投资人关系的 这样一个副总裁 对 然后那个法官就问他你之前做什么 因为只有六个月嘛 他说之前呢 他做这个stock analyst 就是说他买股票 股票分析 对股票分析做了九年 OK 然后他的太太也是一个比较白领的这样的一个 他的太太是在银行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偷偷 所以他最喜欢读的就是你昨天有分享到的这个wallstreet journal 这个人他比较喜欢看wallstreet journal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有读到 有可能会有读到 他有没有说过 有没有说过法官问他平时干什么 他说他work a lot 他就工作狂 因为这样的职务有可能非常demanding 所以他就一直工作很多 然后是12号 OK 然后34号女性 对34号是唯一的一位就是三位里面的一位女性 然后这一位好像他是也是 是一个 他说到的是 是一个也是一个管理人员 他是一个director of phd 好像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是housing什么 housing什么department 我忘了那个p是什么 然后他政府一个部门的一个管理人员 然后他的这个significant 他的就是另外一半 他没有结婚 但他另外一半 非常重要的一半 对也是退休了 以前呢是做这个construction的 就是建筑方面的 然后他说他平时喜欢读这个比较浪漫的 对 romantic的东西 小时候浪漫的东西 然后没事情的喜欢玩就是puzzle 拼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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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是跟家人一起度过 这是34 第三个号 对 今天的三个陪审员的一个情况 就是海选的头三名嘛 就是海选的头三名嘛 就是海选的 他如果太好 那么做两个火 就无法 services 全部 els红员 就过 Wuhan 这个 三个蛋